幸福盟爱家公投三案 守护家庭诉求获得各界响应 除了传统市场 车站 可以见到联署摊位 北部也有三间教会 在大型社区联合布点推广 短短三小时就回收三百多份联署书 各行各业爱家人士纷纷挺身而出 在学校接受过早 不太适当的一些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 事实上让我们担心 他如果在小学阶段就去了解 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 怎么发生性行为 在我们的观念里头 会觉得对他们是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今天也期待 告诉我们的邻居朋友 需要注意这些议题 刚开始向他们说的时候 他们都不明白 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跟他们解说说明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明白 而且也非常愿意的 来参与在这个公投的活动 中央机关联导会 也在下班后聚集 预备加入阵容 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唤醒 整个公部门 整个就是公家单位的人的一个热情 很多人他们对爱家公投这个议题 他们对同性的这样一个婚姻的议题 是一个表浅的一个理解 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维护民法上面的一个 家庭的一个本质 那个核心价值不变 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尊重这样子一个同性 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权益 鼓吹同性成为一个合法的婚姻 甚至要改变婚姻的定义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那其实是完全颠覆了人类有生 与生以来原有的传统 台南爱家社会人士 甚至交流联署的实战经验 响应非常热烈 但联署过程中 对于民众关心各自外泄的疑虑 幸福盟提出说明 我们只收集必要的资讯 没有收集民众的联络电话 那么也没有影印他的身份证 或者是双证件等等 所以一方面大家担心的被诈骗 不会有联络电话去联络他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这次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保护大家的各自 也完全依照政府的规定来处理 幸福盟预计7月底前 达到35万份联署目标 8月底完成造册交送中选会 让爱家公投在年底投票